大肠癌连续11年 蝉联十大癌症之首 那么你的肠道健康吗 大肠疾病症状通常可以从腹痛 排便形态来观察 尤其排便是肠道最主要的排毒机制 冲水前别忘了多看一眼 学会辨别身体讯号 我们可以根据布里斯托分类法 为肠道健康把关 第一行 如果像大葡萄的肠道 桃干一样又干又硬 就是便秘的标准类型 别忘了都补充水分与蔬菜水果等善食纤维 第二行 像香肠一样表面凹凸不平 平时多喝水多吃蔬果就能改善 第三行 像玉米一样表面有些裂痕 只要多补充一点水分就可以啰 第四行 便便形状像香蕉 前后完整表面光滑 代表你的便便拥有健康好气色 是理想型 接下来都是腹泻的症状 建议少量多餐 避免乳制品 甜食 咖啡 酒类等 适量补充可容性膳食纤维 第五行 像是马铃薯 一块一块又软软的 代表有轻微腹泻 可能是体内好菌及坏菌分布失衡 或者肠躁症 第六行 已经像是巧克力泥状 可能吃到过敏的食物 要注意啰 第七行 水状便便代表有严重腹泻问题 肠道恐怕被细菌及病毒感染 若同时腹胀及脚痛 一天超过三次都是水便的话 不要犹豫 快去看医生啰 如果喜欢早安健康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哦 还要记得去按铃铛 才会接收到我们的通知哦